香港特区八月在上海举办了多项活动 以配合文化城市的主题 包括在8月16号 在上海世博香港馆首层展览区接幕 由民政事务局和香港大学姚忠仪学书馆 联合主办的专题展览 《香江情怀姚忠仪作品展览》 展出世界知名国学大师姚忠仪教授 以香港为题和特别为上海世博而创作的书画作品 当中包括以各种不同技法描绘香港独特风光景色的画作 以及借对练及施作书法香港情怀的书法作品 姚教授的多本被翻译成不同语文的代表著作 也都同场展出 姚忠仪教授在9月2号专程前往上海世博的 香港馆参观他的作品展览 内容也要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黑色 不要黑色 这部队子内容好激烂 这部队子内容好激烂 这些好激烂 我刚才一个人在这里专门看着队子 这个队子内容也好 喜得喜得好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展示书画作品 一来到香港馆的门口已经清楚可见 有盆至远方来不亦若乎 是姚教授今年特别为上海世博提笔的巨型作品 来到香港馆的首层 在最当眼的位置就可以欣赏到姚忠仪教授的多件作品 这幅十澳风光是姚教授当年经常畅游的地方 荔枝脚海滩是姚教授绘画昔日的荔枝脚 当时还是一个海滩 《新晋简林》是东冲烂车06年 启用时有感而发的作品 《三高水长新凉潭飞步》 其中最为特别的可说是姚忠仪教授 特别为上海世博创作的书画作品 则润世芳 以钢油并济的笔足 勾画出雨后太平山的秀丽景象 这对对联 《丽书七言大联》 也是今年的最新作品 第二部分则展出姚忠仪教授的文房用品 有木笔筒 素五颜对链木所持 剪连木盒 杨豪笔指杀架 竹笔喜 选堂90华诞纪念末 竹笔 第三部分就是姚教授都本被翻译成不同语文的代表著作 参观者对展览都深感兴趣 留意风格很好 书画也好 看到很多以前都没看过的东西 没机会去香港玩就来这里看一下 对我以后学习很有帮助的 挺好的 可以拓展我们的课外知识 很难得 因为香港大远之地有些明星在那里 这些文化家的 国保留 国保大师都愿意达到香港 对我们香港的未来的分化发展很有帮助 姚教授博学多才 其学问精通古今 融合中西更跨越都国语言 还通晓甲古文 梵文 西行文字等 明镇事务局表示 这次展览展现姚教授学贯中西古今非凡成就 让参观者了解 应预期飞黄事业的香港 而姚教授的学问 艺术与文化人格 也都与香港华阳辉碎融合的特质相似 展览从8月16号到9月30号 在香港馆首层展览区展出 香港参博工作小组 小绿报道 小绿报道